网络赌博还不出钱 竟然就自导资言假抢案 台北是一名男子 因为沉迷赌博欠债 趁着帮公司收货款的时候 拿了当中的8万元去还债 就怕东窗事发 竟然打电话给老板 谎称自己遭到抢劫 老板吓到立刻报案 但经过远警调查 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 骑士才刚右转 就把车暂停在路边 打了通电话给老板 说自己出事了 遭到飞车抢劫 而且电话一打就是10分钟 讲得煞有其事 但仔细看他附近根本没人 当时机车骑士刻意来到郊区 谎称自己就是在这里被抢的 先犯在台北市士林 担任一间五金行的业务员 因为缺钱又沉迷网络赌博 还欠了地下钱账一笔钱 这一天公司要他到新北市 收取货款 竟然偷偷把其中8万块钱 拿去还债 担心被老板发现 收到的货款有出入 才会自导自演 想不到警方调阅监视器 仔细查当场拆穿谎言 他只好承认 手上只剩下近三万元 在置物箱内 发现招抢的背包 由南石坦诚 因一时歹念侵占款项 将部分金额用于赌博 随反过去就有赌博前科 才到五金行工作半年 竟然动起歪脑筋 虽然老板已经原谅他 但恐怕再也无法信任他了 旧理财神张士奎新闻报道